体育集团就小就跟大家聊一下中国的昨天晚上的11岁 最终我们是2比3输给了沙特 这个结果相信大家也都在预料之中 那么今天我就打算一连说四季大学的不错点赞点关注 感谢大家 第一期的主题很明确就是目前全网争议特别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规划该不该上 上的话上几个比较合理 我们都知道今天中国一个比较著名的评论员 我之前也还挺喜欢的 遭遇了所有球迷的这个口诸笔伐 基本跟球迷现在两家我刚在看还在对对杠 这个话题原因就是他曾经说了 洛伯夫就不应该带到国家队 所以惹起了特别大的争议 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所有的规划来讨论这期话题 首先先给大家说明我的观点 大家可以翻一下9月8号中国队跟日本队结束比赛之后 我的观点其实很明晰 我一直认为既然规划了就应该多上 不一定直接上四个 但是我一直坚定的认为上三个是起码比较合理的 我说一下原因 第一在之前我给大家普及过什么是规划 什么是规划国角 在其中我提到首先规划的过程中 我们以怎样的方式把这些飞旋球员规划到中国国籍 就是我们当时说了叫以人才优选引进战略 把它引进进来 那意味着他们都是足球人才 我们先得确定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们当时提了规划国角 不是说埃克森洛伯夫阿兰他有一颗中国心 他一定就可以被规划进来 得我们去找人家经济团队给球员本身做工作 我们得拿这个东西去规划人家 人家也得想 我得放弃原来的国籍 我现在加入之后 我得获得怎样的便利 这我们说的简单粗暴也是 所以就是我们是付出了人力财力 做了各方面的工作 把人家当人才 或者说从那个公司很高端的人才挖到你的公司了 但是呢我们现在做着怎样的事 就像当你这个公司现在要冲击更高的业绩 然后从别的公司挖起来了这种各种高手 到这个公司之后突然你的项目负责人说 这些新人大家都先退后一下啊 我们现在的这些老人 大家还是有一股劲的 让老人先尝试一下 我们先试着冲一下 看能不能把这个季度的完成了 当这些老人冲 冲到最后马上季度都完了 都快结束的时候 发现还没冲成 这个时候想到 我们还紧禁了这么多人才 是不是这个例 那你当时高薪挖人家的意义在哪里 这是我们我刚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 从先不说比赛本身 我一直认为规划叫本土球员 就是我们原来的土著 有一个最最大的优势 就是这个 小七哥每一次给大家 不管在直播或者评求过程 我经常讲到一个叫心理 就我们说的精神属性 心理疲态或心理状态 规划国角 叫我们现在的国角 面对外面球队的时候 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在于他们不处 大家注意到这个细节没 我们看一下 日本队当时跟我们打的时候 当我们把规划换上去之后 他们是不是防守阵型都压缩给回收了 昨天的沙特队 是不是在下半场某一个阶段 二三十分钟之内他们自己踢的没有那么激进 敢给钱冲了 因为他们也心虚 他们自己知道这些人是来自于走球王国的巴西人 说个难听话 我们可能面对别人 因为我们常年是一种失败的经验 对吧 你说让张锡哲去面对人家 对吧 然后让我们这一些不管是无锡 大家一看到沙特 看到伊朗 看到日本 看到韩国 恐含 心虚 但是洛国富 包括我们说的阿兰 包括埃克森这些人 他们骨子里概念是没有的 他们想到我们是五星巴西 我们来自于走球国度 我们现在随便跟这些人在打 就是我们连意大利 我们连阿根廷 阿根提纳 我们连西班牙 葡萄牙 我们跟他干 我入选了 我都敢跟他去干 我凭什么现在判你一个沙特 对不对 这是他们心理层面的优势 我们说的第三点 第四点 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 技战术层面的 之前九月八号 我当时讲了 当时我说的原话是 换上四个规划 不管是洛国富 或阿兰 或埃克森 这些人同时上场的情况下 不意味着中国队 一定要跟对方打对攻 当时我说出来的时候 有一些球迷说是 七哥 你说的那同时上规划的话 那那个啥 我们就跟人家不敢对攻呀 这完全跟人家对攻 被打成筛子了 大家一定要走出这个误区 看对不对 规划权上 不意味着我们不执行 原来的防守反击的战略 大家一定要听明白 我给大家做一个战术 最直接的类比 我们举个例子 假如说没有上阿兰 只上埃克森 上洛国富 上蒋光带 那么我们就拿洛国富 跟埃克森来说 洛国富我们说 打一个什么位置 左边前锋 埃克森打一个中锋 洛国富在中国的整个职业生涯 我给大家说一下 山西在山东弄弄 然后去了 华夏幸福 在后面因为超重 确实状态不太好 老不得太多比赛机会 但是在本个赛季 2021赛季之前 他完成了减重 在广州恒大 他获得的机会 只要获得了状态 就能进球 基本上状态还是OK的 而且洛国富之前 最巅峰的 我们说在鲁能 以及华夏幸福 他以什么著称 边路踢球 简单粗暴 合理的应用身体 外号野牛 踢球特别激情 精神属性 无敌巧 这是我们说的他的特点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中国队之前在这个位置 上过谁 吴兴涵 韦诗豪 包括我们说的金进道 相对来说 野牛跟这三个人比 大家觉得 你觉得上谁 就这么简单 我们就做一个 横向的能力相比 就这么简单 而且大家一定要 有一个概念 阿洛伊西奥 洛国富上场了之后 不意味着 他就不防守了 不意味着 他就要一定要进攻了 他的防守属性 精神属性 拼强属性 很强的 那他也可以完全去 执行吴清涵之前的 那一些战术作用呀 他也可以去执行 金进道的那些战术作用呀 他也可以积极的 回防回追呀 对不对 再看埃克森 埃克森我们之前都说了 他是规划球员里面 所有人里面 对于中国认同感 最强最强的球员 球员一来在中国 带着时间久 包括他的孩子 都在中国出生 其次埃克森本来就是那种 在前场习惯性 去压迫对手的球员 真是一个好球员 特别的勤勉 跑动特别的多 那么你觉得埃克森 对于对手的 整个前场高压比强 没有战术作用吗 所以大家明白了 从战术的角度讲 就这两个人 横向对比我们现在 本身的这些国角 觉得谁更强 该不该上他们 或者说上他们 一定不是说 一定要跟对方对攻呢 明白了吗 同理我们再说一下 假如说把阿兰换掉 就是诺国富 我们将要上三个规划 那阿兰上去之后 打什么位置 要不影风 要不一个前场组织者角色 我们之前在这个位置上 出现过的人 包括谁 相对来说 无理算我们一个 右边风或左边风 或者一个影风 他是三个位置都出现过 对吧 那同样中锋位置是张玉宁 包括埃克森 那么阿兰上去之后 他最好合适发展 发挥他作用的是影风 同样他还具备一定的 走直前腰的角色 我们现在的走直前腰 已经被球迷快 喷出银河系的 那个人的名字 就叫张希哲 在浩俊敏受伤化年龄 大的情况下 张希哲现在每一场比赛 都能老找比赛机会 张希哲跟阿兰横向对比 你选谁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不要复杂化 我们一直在把中国国足的 这种战术什么 说的很复杂 那么综上 我说了整体的五点 大家觉得该不该上规划 我观点很明确 我认为该上规划 同时我认为规划 同时在场 三个是最最合理的 甚至四个 在下半场冲的话 也OK 但是我认为 数发三个是合理的 这是小奇哥的观点 欢迎大家互动 点赞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